大家好,我是阿K,欢迎大家回来我的频道 去年2022年排在头10位跌幅的蓝筹股 是上市比较长的公用股中华煤气 对于一间稳定业务的公用股来说,真的太夸张了 本身以为疫情过后,煤气跌势理应会停止 可惜截至今日录影片时,股价跌至52周身低,表现比去年 忠实的煤气粉丝都没说不再次失望 事实上,股价表现做得差反映市场预期 既然市场都看淡,煤气手上的业务不是很不够 今集内容一于由他份中期业绩去观察公司最新动向 再在影片最后分享我自己的看法 未开始今日内容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帮手按个like和订阅频道 这频道主要是分享我对股票的看法和自己的投资策略 每逢星期六早上就会有新影片推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好,我们进入影片内容 煤气以往都是靠派送红股吸引大家去买入 由于没了红股的派发,加上本身的派息率又低 加上又杀股值因素,变相股价不断出现调整 来到2023年年尾,利应所有不利因素都已经消退 但为何股价仍然没有起息? 是否煤气手上的业务赚不到钱,不再努力向上发展? 我自己认为不是的 由他份中期业绩可以观察到 公司上半年的淨利润同比有增长7% 整体来说,都延续过去稳中有升的势头 尤其是盈利能力方面,隔于中华煤气本身的业务很有复杂性 所以我们有必要拆分煤气各个业务去看 这样才有深入的形式 同时也有助我们用中长期的角度去看待这间公司的发展前景 以下我会和大家得出总结有两大点 首先第一点是核心主业保持稳定 首先中华煤气的燃气业务稳中向好 大本型的香港地区收入微增2% 主要是得益公司160年来的身间 其次在内地方面,经过去年全却天然气消费量需求下降 今年的消费量都逐渐开始收服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去年因上游成本所带来的压力 在今年都已经逐渐消散了 另一方面,中华煤气继续巩固和供应商之间的合作 尽量保障燃气供应 由一个中期视角去看,内地天然气市场仍有发展空间 根据一份中国天然气发展报告指出 2022年中国天然气消费量佔一次消耗量都8.4% 按照国家能源局计划,这个比例在2030年提升至15% 由于本身已经占据领先优势的中华煤气 理应就会成为行业红利的受益者 不仅如此,中华煤气在原有的燃气基础上 都发展出水务、环境及其他延伸产业 当中的延伸业务更加拥有巨大增长潜力 所谓的延伸业务,即是公司充分利用燃气业务所带来的用户基础 向他们提供其他增值产品或服务 基于煤气手上的用户主要用于厨房作为应用场景 所以公司旗下一些新产品,例如智慧厨房 往往都能快速打开市场 至今他们都发出了由智慧厨房、社区零售、度家服务 和燃气保险四大方向 再者,煤气手上都拥有超过3,856万客户之余 当中都可以折伸很多中间环节 在保证基本品质基础上,直接向客户提供高性亚比附加建议 为客户提供最快捷最方便的服务 而由于煤气往往都掌握了客户第一手资料 变相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比客户更了解本身的需求层面 而轮到第二个大点,就是公司的新能源开拓有想像的空间 对于所有能源相关的行业来说,商探目标已成为长期发展战略 煤气在稳定燃气核心主业同时,又要向新能源方向转型 公司旗下有可在新能源板块配合其他业务 打造一个一站式的能源管理企业 同时在转型过程中,公司一直探索把天然气和氢气融合 发展氢气潜力 氢气作为一种高效绿色能源被视为21世纪的终极能源方案 是实现商探目标的重要工具 根据国际轻能委员会估计 2035年氢气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明显有提升 而在2050年,氢气更担当全球18%的能源需求 创造出一个超过2.5万亿美元的市场 有万亿级市场的机遇对中华煤气是一次大幅跨越发展的机会 由2021年开始,煤气已着力研究有煤气管道中提取氢气 供应香港巴士用于延绕的可能性 而在去年2022年首个试行项目已投入运作 再值得一提是,煤气成份本身存在50%的氢气 提取相对容易 与此同时,中华煤气收压长度3,700公里的煤气管道优势 中间可以免除大量运输和储存成本 再者,煤气已打造出一个围绕以再生能源应用不同服务的协同效应 致力为不同行业提供高效持续的解决方 再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转型方向没问题 但当中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资源都不可看轻 即使中华煤气有燃气现金牢作为多年的累积 但同样寻求外部合作,减低投入过重资本,影响财务 根据公司资料显示,中华煤气已同一间IDG资金成立一只基金 去发展共同绿色能源,规模有100亿人民币 而当中的50亿已在今年5月完成程序 而影片来到最后部分,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看法 总结来看,中华煤气的核心业务燃气已进入平稳修复时期 而且未来10年,天然气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仍然会持续提升 短期看,煤气估值已跌至历史低位 近10年,公司市盈率平均值为28倍,但目前仅为23倍 再者,过去6年平均股息率只有3.1厘,但目前已有6.1厘 心仅想买的朋友可能已出手,或早前已出手 至于在高位买入的朋友,现阶段担心都没用 不如想一想解决会比较好 一是止蚀走入,二不如利用煤气股息做加注 拉低平均价,再者用这个方法做前提,要明白煤气本身未来的发展方向 而我刚才提到,由长期角度去看,延伸业务,新能源转型的布局 不断提升中环煤气的想象空间 而至于市场认不认同这个方向,我们散户不能控制 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分析公司本身的基本面 然后再决定下注,而下注后就要和公司共同前进,捱过所有难关 以上内容都是我自己的个人分享,不构成投资意见 大家做投资之前真的要考量自己的个人能力,谢谢大家 今天的影片分享到这里为止 多谢大家收听我的频道,下条影片再和大家见面,拜拜